原标题 欧洲能否破解失速难题 1月22日 在德国亚成 法国总统马克龙 左二与德国总理默克尔 又二 在签署亚成条约后作展示 新华社记者陆阳社 在欧洲一体化 即将进入第62个年头之际 欧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动 英国脱欧 德国执政党高层大换血等问题 都将放大欧洲整体面临的困难 美国华盛顿邮保近日称 内政风波将因 法德三国 推入弱势境地 三大引擎线 谈英国路透社近日刊文 将脱欧成为英国近半世纪来最大的政策巨变 德国焦点 周堪则刊登了提文卡伦鲍尔当选新一届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 可能导致大众政党分裂 这头条文章 表达了对后默克尔时代德国政局的担忧 法新社近日报道 黄北新运动从去年11月起持续发酵 总统马克龙在改革进程中遇到诸多障碍 以往的欧洲 主要是靠大国引领 朝着区域一体化的方向迈进 然而 曾被据为欧洲三驾马车的印 德 法 各自陷入国内扩境 让2019年的欧洲充满不确定性 据英国经济学人网站报道 早在2017年进水总统时 马克龙又表示 要抓住历史机遇 减弱民粹主义 提升法国的竞争力 改革欧元须 增强欧洲经济任性 不料 民粹主义盛行的步伐 先与马克龙暴富的实现 欧洲各国都在以不同形式上演 这民粹主义与欧洲一体化的抗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欧洲所副所长王说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 从过去一年的形式看 欧洲整体都在面临着问题 而这些问题 主要源于民粹主义的兴盛 2018年欧洲各国政治上出现的乱象 反映出近年来 欧洲社会阶层的分化 已达到一定程度 据欧联通知社分析 随着民粹主义在欧洲崛起 欧元区前景或将再次迎来新的挑战 拖展和作天动力 尽管困难重重 但欧洲各国并没有因此停步 欧盟两大主要经济体 德国和法国的领导人都在有意识的推进欧洲一体化 据悉 1月22日 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 在德国西部城市亚成签署德国和法国关于和 综合一体化的条约亚成条约 条约强调建立法的经济区 加强两国的军事合作 推动欧洲一体化建设等 王硕指出 在大国竞争国力加剧的国际背景下 德法两国深深意识到 应该充当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 除了加强与欧盟国家的合作 德法等国也开始积极寻求 在与中国的合作中创造机遇 据悉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勒梅尔 近日在巴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法国乐于和中国在对等原则基础上 共同维护多边主义 据英国路透社近日报道 等众两国已达成共识 将进一步强化银行业 金融与资本市场的协作 德法为推动欧洲发展所做出的努力显示 欧洲仍具有一定发展潜力 欧洲积极扩展与中国的合作 也将为在一定程度上停滞不前的欧洲 提供新的机遇与发展空间 经济防务批新路 欧洲一铁化三大支柱 分别是经济与火币联盟 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司法与内务合作 欧洲要想在2019年克服挑战 还是从三大支柱出发 探索更多领域的合作 在经济领域 法国总统马克龙 与吕提出欧元需改革设想 巩固经济 金融监管的基础 将加强欧洲各国之间的纽带联系 并以此解决部分矛盾 此外 王硕还指出 对欧洲来说 防务安全合作是首推的重点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德国国防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称 在全球局势不稳定之际 欧洲需要提高保护自身安全的能力 可以说 2019年 欧洲还将面临诸多挑战 但化界挑战的方法仍值得期待 王硕认为 2019年 欧洲一体化进程将继续推进 未来人充满变数 但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不确定 所以我们怎么办 232 天主 江荫 anci 国民旧 国民旧 我們的 特地